新北市有一名計程車問長 他在臨前站到三明崗 唱完歌要返家的客人 這兩女一男 他們都住在不同地區 當時問長呢 是從板橋到土城 再到三重 總車資是八百三十五塊錢 他只算他們七百五十元 想問最後一名男子下車的時候 一毛錢都不付公然搭霸王車 這名問長只好報警處理 但是由於這員警呢 處理態度不積極 讓問長決定po網 請網友來找人 想問這時候 他接到了三重分局打來的電話 但不是告訴他找到嫌犯了 而是要他下架貼文 計程車問長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一組客人 兩女一男都住不同地區 但問長好不容易 有生意上門 一口答應 跑三個點也沒關係 黑衣男子坐在兩名女子中間 三人剛唱完歌 身為唯一一名男性 他自告奮勇送女生回家 但自己在車上睡到不省人事 一旁女子還用手幫他擦汗 問長好無奈 伸手搖了搖男子 終於把他從睡夢中喚醒 但男子一聽到車子750 先愣了一下 接著開門下車 半毛錢都沒付 人就跑了 不只一塊錢都沒拿到 搭電話報警 兩個分局互相踢皮球 他決定上傳網路 讓網友幫忙找人 這時三重分局才主動聯繫他 卻不是說抓到人了 而是請他下假 他確實是落跑了 他涉犯詐欺罪 我PO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 才給我表示說 因為可能會有上級關切 疫情期間計程車前男轉 還遇上搭霸王車的年輕人 更誇張的是 已經知道對方住址 遠景卻遲遲找不到人 陳先生好無奈 希望警察幫幫忙 讓他順利拿回這筆血汗錢 記者 田日常 坦克蒙 新北市採訪報導